我是咱们听听教育的这个思约老师 是给大家讲课的这个老师 还是得自电一波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我们开始今天这个案例 大家鼓掌 然后继续 开始今天的这个案例 案例的话呢 我们今天是写的一个爬虫程序 是去采集这个网站 是把这个网站 采集这里面的一个数据 那么首先的话呢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网站 但我也先把这个网站先 要不我先分享给大家 原来我说是谁声音正好听 可以啊可以 同学这个马屁拍都好啊 我喜欢 好啊 然后我们打开了这个网站 打开了这个网站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去采集的 这个网站 是不是对吧 看起来就感觉 感觉这个不一般啊 就感觉这个 一点开就发现不一般 对吧 好啊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这些数据就是我们想要去采集的 这里面的所有图片的话呢 也是我们今天需要的这个数据内容 当然我们今天的话呢 主要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案例啊 把它当做一个案例式的一个教学 怎么去写一个盘程序 把我们想要的这个数据呢 给它采集下来 离谱啊 这怎么离谱了 我感觉很正常啊 那是哪里找的 这个网站的话呢 是咱们这个 山河老师推荐给我的 没想到吧 好啊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今天需要的这个数据内容 到底有哪些 是吧 绝对领域啊 是绝对领域 对吧 好啊 那么我们点开这个网站的话呢 实际上就可以看到这些图片 对吧 爬第九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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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爬第九个 同学 这个想法太单纯了 好吧 怎么可能只爬第九个 对吧 今天的话呢 我们的一个目的是 把所有的这个数据 全部给它爬下来 对吧 第九个 一个一个的怎么能满足我 对吧 教分译 教 今天这个网站当中 三百类数据我们全部给它爬下来 好不好 老师你怎么知道那么多虎狼网站的 我本身我是不知道的 好吧 我本身是不知道的 但是奈何对吧 奈何这个 山河老师带的好啊 不是 奈何我学的好 好不好 不是山河老师带的 好啊 然后端子我们来到这个网站当中的话呢 我们知道了 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数据 是不是 学校网管 网间部会破门而入 怎么办 破门而入 我们今天就在学习 你就这样给它摆明了 我今天是学爬虫 能懂我意思吧 你就给它摊白了 我今天学爬虫 怎么了 我在学习 我又没干啥 是吧 好啊 然后这个网站的话呢 我们看的差不多了 然后的话呢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正经一点的东西 好吧 先去干妹子了 可以啊 可以 好啊 然后呢 是关于咱们今天的这个网站分析 好吧 我们爬虫的一个主要流程啊 会为两大步骤 也就是现在的这两大步骤 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 关于这两个步骤的话呢 首先第一个步骤是咱们这个网站的一个分析 那么关于这个网站的分析的话呢 实际上它会相对来说会比较的重要 你比如说像这个网站 我如果说把它分析的透了 对吧 破门而入一起看 可以啊 没问题 如果说我把这个网站给它分析的透彻了 就关于里面的所有数据啊 对吧 它在哪里啊 这些图片它怎么去下载 我全部给它摸透了 我再去再去爬到这个图片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当然前提是你得有这个基础 好吧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 是关于这个代码的一个实现 我们今天主要的一个流程 分为这两个 这两大块 然后呢 首先第一个我先 第一个问题啊 关于网站分析的第一个问题 是找掉找到这个目标网站 对不对 那么目标网站的话呢 我已经发给大家了 是不是 我已经发给大家了 对吧 关于这个网站 还有没有同学没有看到的 对吧 应该是没有的 如果说没有这个网站的 我你再说一下吧 我再给你发一下 好吧 除此之外的话呢 是第二个 目标网站我们找到之后 实际上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到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去获取 其实这个的话呢 还看啥直播 同学们看妹子去了 好吧 刚刚走了一些人啊 基本上我感觉他们都是看妹子去了 好吧 我就不该把这些好东西给你们 结果导致 导致有些人啊 就忍耐不住了 没有一点耐心 然后我们执行第二个步骤 获取每个乡策的地址 去下载我们需要的图片 网站不错 是吧 还行吧 还行吧 可以分屏吗 可以分屏吗 啊 同学你这个不太好吧 你这个你这个确实啊 你这个 好吧 你纯粹你就想看这个视频 你就纯粹你就想看这个网站 是吧 你就不是来学习的 是吧 其他东西都是来学习的 你们就纯属是来看妹子的 好吧 我真的是裂开了 好啊 然后呢 第二个 第二个步骤的话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里面获取到 所有的相册页的一个地址啊 也就是说 给他打个比方吧 对吧 现在的话呢 我们点击这个网站 打开的是什么网站呢 对吧 就是相对于来说的一个相册网站 对不对 里面的话呢 有我们所有的一些这个相册链接 是不是 老说的对啊 我们是来学习的 对吧 在座的同学 没有一个是来看妹子的 对吧 我们都是来学习的 好吧 然后呢 在这个网页当中的话呢 注意啊 我们首先第一个步骤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链接 对吧 在这个网站当中 我们需要去找到我们 所有啊 注意 对吧 所有的这个链接 是不是 那在这里面 我们发现 我们点击这个链接之后 它会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网页 是不是 会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网页 并且呢 这新的网页当中 有我们需要的这个 所有图片 是吧 哈哈 用试快笔法会更好 没必要啊 我们就采集一些小图片 厨师没必要 好不好 老师教一下这个网站 从哪里来的 哪里来的 你先去关注一下 咱们这个山河老师吧 好吧 不要关注我了 说实话 这个网站也不是说 我发明出来的 是吧 然后呢 在这个网站里面的话呢 我们发现啊 我们点击任何的一个图片 都可以给我们弹出一个新的 并且呢 更大的一个图片 是吧 并且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图片内容 是不是 网站分享一下吧 我已经分享了 我靠 好不好 然后你看你看 我刚刚啊就 我刚刚就测了一下大家 什么的 对吧 我就发现啊 我把这个代码 对吧 把这个图片 我一把这个网站一关掉 诶 这个人数它就掉下来了 对吧 然后我把这个网站一打开 诶 这个人数它就起来了 对吧 我 我懂你们了 我懂你们了 要不我直接把这个东西 给它放到这边吧 好不好 同不同意 你们是真理佛啊 你们是真理佛 好吧 留掉密码 确实是留掉密码 好吧 然后的话呢 在这里面 首先的话呢 给大家分析了这样的一个内容 老师这一节课课有吧 有的 有的 大家需要课课的东西 可以提前去加咱们这个 进行老师 课课的话呢 可以去领取这个课课的 好吧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网站当中啊 就打个比一半吧 给大家去理一个思路 也就是说呢 给大家 现在仔细地跟我想想 如果说我现在在这个页面当中啊 这个 相识页面当中 去获取什么呢 获取我们需要的所有的这个链接 对不对 如果说我把事情弄到了 然后呢 我就批量地去访问 一个一个去点击 对吧 来到这个网站当中 我再把所有的图片 去保存 你说这样它可以吗 是不是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人为的 去操作这个电脑 是这样去下架图片的 是不是 能理解吧 这个 这里有没有小孩子 同位 有没有小孩子 小孩子的话呢 建议你先退出一下 没关系吧 我八岁 把八岁的同学 给他踢出去一下 同学 好啊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同学们理不理一下 我刚问你们这个问题啊 能不能理解这个思路 对吧 我在这个页面当中 去获取到我们 所有相册页的一个链接 对吧 所有相册链接 然后一个一个地去访问 把里面所有的图片 都给他拿下来 是吧 不可以设设我 老师会开 subscribe的关系课吗 看情况吧 一般不会看 好吧 能理解吧 能理解同学 让我看一下 能理解同学 让我交给你看一下 哎呀 为你们 是吧 能不能理解 什么 搞半天 你都听我扯谈去了 你没有听 根本就没有听我说话啊 好吧 你们真的是过分啊 听说那个框架 谁会爬 那框架的话 咱们用的什么框架 咱们用的request 这个框架 好不好 咱们用的request 然后在这个页面当中 赶紧开始拔吧 那么这个思路的话 其实就很简单 对吧 在相册页面 获取所有的这个链接 一个一个去访问 拿到所有的图片 是不是 然后这也是我关于我们的一个网站的一个分析 对吧 好啊 那么在这个分析完之后的话呢 就是来到咱们这个代码的一个实现 好不好 赶紧开拔吧 等不及了 就直接要干了 直接就要开始爬到那个图片了 是不是 首先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先导入一个模块 去帮助我们 去帮助我们去采集数据 对吧 帮助我们去访问这个网站 对吧 那么这个网 不对 这个第三方模块的话呢 它的话呢 叫做request 它可以去帮助我们干嘛 对吧 这个玩意儿的话呢 实际上就可以去帮助我们去发送 这个网络的一个请求 好不好 就发送网络的请求 就相当于什么 就相当于这个东西啊 它可以去帮助我们访问这些网站 是不是 好吧 然后呢 这个模块 它是具体来说啊 怎么去访问这个网站的 是吧 怎么访问网站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个request 这个东西啊 直接可以点上一个get 好吧 直接点上get 里面的话呢 在这个玩意儿 这个玩意儿 点get 它就可以去帮助我们 发送这个网络请求 也就是说 对吧 它可以去帮助我们访问网站 是不是 能懂吧 好吧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网站 给它复制一下 是不是这么神奇 还好吧 也不是特别神奇 一般般吧 好吧 然后这个玩意儿的话呢 包括说你们想去访问百度 对吧 想访问一些其他的网站 可以吗 都可以 好吧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网站 给它放进来 那么这个网站 它这个request 就可以去帮助我们 访问到这个网站 好吧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关于我们代码的 第一个步骤 好吧 好吧 可以访问内网吗 可以啊 可以 没问题 request这个模块的话呢 比较的 比较的 作用比较的大吧 不知道parse模块 怎么安装 不是parse 不是parse 是parse 好不好 对吗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安装的 两个模块啊 搞半天学了这么久 是吧 parse 怎么念啊 不知道 就尴尬 好吧 怎么安装 安装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 contour 加一个R 调出这个运行框 然后在里面的话呢 CMD 对吧 回车 在里面输入 刚刚在这个地方 看到的两行命令 好吧 就可以去安装这个模块了 那你呀 快焦吧 啥子 啥子都开始了 可以 好吧 没问题 好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可以去帮助我们 发送这个网络请求 啥子 啥子 这个名字啊 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 结果还有这种 还有这种名字 可以 优秀 优秀同学们 咱们观看的学员 这个名字 总是这个 出奇的 出奇的这个 出人意料 好吧 笑死 好吧 然后这个东西啊 就可以去帮助我们 去访问这个网站 然后像我们 其实实际上 去访问网站 其实在第一个步骤 在我们爬中当中 它是一个比较 对于初学者来说吧 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 对吧 但实际上 如果说你是这个 已经学了一点东西之后 对吧 你会发现啊 你想爬的数据 对吧 都发送不了请求 是不是 对吧 这个的话呢 是之后的吧 你们之后可能会学到 因为现在这个 我们一般来说 去爬一个简单的网站 实际上就很简单 对吧 直接一行语句 直接一句话 对吧 是什么一句话 request是要求 对吧 get是获取 其实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对吧 我就要这个网站 给我数据 是不是 就要它给我一些数据 给什么数据呢 对吧 给它网站里面的一个内容 是不是 然后这个 它的话呢 就会直接的给到我 对吧 但如果说 如果说你是之后 是吧 爬淘宝 你是3w点 淘宝点靠 那你就要注意了 对吧 那这个数据 它就不会轻松的 给到你了 是吧 这个是关于后续的 你们可能会接触到的 一些东西吧 给大家稍微的拓一下 拓展一下 直播课有回放吗 本节课的话呢 是有回放的 课后的话呢 需要录播的同学 可以去找经理老师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通过这个Response 打印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 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结果的话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 响应成功 它就是什么 就是说 这个对方 对方 对吧 服务器 服务器 对吧 告诉你 对吧 请求成功了 对吧 你就只需要去拿它的数据 就可以了 能理解吧 好吧 能理解吧 那么这个 这个玩意儿 大家可以看到 看到了这个200 基本上就是 请求成功 是不是 今天怎么不挂木子了 木子老师也要休息的嘛 对吧 你让他休息一下 不行吗 万一累死了 没有木子老师怎么办 是吧 你们这些人啊 不懂得联想习语 当然是吧 晋细老师跟木子老师 现在是轮着来了 是吧 修年假 修产假 修产假 是B站那个拍成木子吗 不是的 不是的 是两个人 是两个人 是吧 好 没有再招一个 可以啊 牛皮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看到了 这个Response两版 这个玩意儿的话 它就是发动性真空 但是的话 现在我需要去 拿到里面的 一个数据内容 老师讲快一点 都在催我 都是觉得很简单 都在催我 那我就快一点了 其他东西 对于这个 好喜欢好气 其他东西 这个没有基础东西 没有基础东西 怎么说 难道都是有基础东西 都要我快一点 对不对 觉得车速比较慢了 男人不能太快 我也是觉得 但是你们非得 让我快一点 我就稍微的 把这个进度 拉一点点 然后在这里 第二个步骤 这个请求我们 发送成功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需要去 拿到里面的 一个数据 是不是 果然 不要写请求头 就可以请求成功 我们等一下 会需要去写 这样的一个请求头 但不是现在 是等一下 好吧 当然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数据 是不是 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当然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实际打印 这个Response 注意Response 点上一个Test 好吧 这个网站 不需要请求头 是吧 需要的 它是需要的 是吧 这么高质量的网站 竟然没有返帮 有的有的 好吧 不要着急 有的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运行了一下 注意啊 我们点上了一个Test 运行了一下 咱们的一个代码 然后在这里面 给我们打印出来的 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然后这个玩意的话 实际上就是啥 就是我们当前 这个网站 注意就是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当中的什么 当中的这个网页原代码 就是它 是不是 我们需要的 也就是这个里面的一个数据 然后接下来 这个数据 我虽然是拿到了 但是呢 我需要把我们想要的这个东西 给它提起出来 对吧 因为你看前面有这么多的这个数据 我们不要啊 我们要的是啥 对吧 在这个第二个步骤 我们需要的是咱们这个 对吧 第三个步骤 我们要去筛选 对不对 我们需要的是咱们这个里面 所有的这个相册的地址 是不是 需要把所有相册的地址 给它拿下来 对吧 那么 这个 这个玩意儿怎么去拿呢 对吧 会不会比较麻烦呀 对吧 然后对于这个没有基础 没有基础的东西来说 对吧 因为之前敲零的同学会比较的多 所以我才讲的这么细嘛 对吧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导入一个模块 去帮助我们 注意啊 去筛选我们的一个数据内容 叫啥呢 这个模块的话呢 叫Purcel 就是刚刚大家一直在提的 这个Purcel模块 它就可以啊 帮助我们去 在这个网页元代码当中啊 去提炼出我们 提炼出一些精华 对吧 懂我意思吗 提炼出一些精华 把这个网站当中 当中的一些这个 我们需要的东西 给它提取出来 是不是 对吧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这个 数据 数据解析的一个模块 对吧 精华啊 确实啊 看我人肉爬松 人肉爬松 有一点点慢了啊 我这里看见有一个 红光光在闪 你们有吗 红光光的话呢 是因为我现在在录播呀 兄弟们 我现在录播 所以有这个红光光 好吧 然后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暂且的把这个网页啊 data html 给它接收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网页代码 这个和bs4有什么区别 bs4的话呢 也是一个数据解析的模块 包括是我们数据解析啊 我们的一个数据解析啊 分为很多 分为几种嘛 有很多种解析方法 比如说这个css 比如说xpass 是吧 比如说咱们的这个re 是吧 还有这个bs4 是吧 那么像我们这个parsal模块当中的话呢 它有啥 对吧 parsal模块当中 它又包含了这些解析方法 好吧 包含了这些 对吧 parsal的话呢 它是在quip框架当中提炼出来的 好吧 老师是市场人啊 我不是的 我不是的 你误会了 你误会了 我不是市场人 老师data能介绍一下吗 哪个data同学 能详细地说一下吗 这个傻子东西 我每次念你这个名字 我就感觉我在骂你 老师常常人 好的 下面的html 那这个的话呢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 变量的一个命名啊 在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玩意你知道是啥吧 像它的话呢 是我们的一个网页源代码 是不是 它的话呢 是网页源代码 然后前面的话呢 这个data hdml 它仅仅代表的是一个名字 能理解我意思吧 它仅仅是一个名字 你也可以去A 去B 对吧 你也可以去傻子 不对 你也可以去这个养育人 是吧 是不是 你想取什么就取什么 对吧 这个只是一个变量名而已 对吧 然后这个模块的话呢 接下来我就可以 其实有这么些几些方法吧 刚刚介绍到这里 对吧 刚刚介绍到这里 没有反爬 爬了多页 对吧 爬了多页 那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图片 有没有啊 同学 咱们这个阿斗同学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这个图片 到底有没有 因为有一些图片的话呢 它是你不加一个防盗链 是拿不到数据的 然后了解 对吧 湖南常杀人 常杀人 可以可以 然后的话呢 我们数据解析方法 有这么多种 对吧 关于咱们这个Persel 关于咱们这个Bs4 对吧 以及的话呢 还会有这个LX没有 对吧 主要的话呢 解析方法是关于这几种吧 对吧 这几种的话呢 是解析方法 对吧 都有详经验的 对吧 可以啊 可以 很棒啊 然后呢 这个玩意儿啊 我们拿到了这个数据 对吧 拿到了这些东西 这个 不对 不对 被你搞混了 真的是烦 真的是烦 这个东西的话呢 是咱们数据解析的几个方法 然后Bs4的话呢 它是很久没有用的 那东西是吧 Bs4已经六年 六年没更新了 对吧 我建议的话呢 大家直接 你想用一些数据解析的话 对吧 直接用这种 对吧 用咱们这个Perser模块就可以了 对吧 或者说你用LX没有 对吧 这个都可以的 对吧 对吧 这个Bs4它的一个效率会比较的低 好啊 然后我们继续 这个我们到底来说 这个玩意儿它怎么去用 我怎么去筛选呢 对吧 关于一些没有技术东西啊 你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数据解析的话呢 你就尽量的 对吧 对吧 尽量的 你就先听咱们这个 要实现 对吧 我们要实现什么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实力化一个对象 先把这个Data呀 给它变成咱们这个 Select的一个对象 对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才可以通过这个 CSS语法 又或者说XBAS语法 对吧 R1正值表达式去提取 对不对 然后在前面的话呢 我们一个Select L1 C T O R 把它接收一下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之后的话呢 我就只需要什么呢 只需要去写一些语法 去提取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 就就可以了 是不是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来到这个网站 我们去右键啊 注意啊 我们在网页当中 给大家去演示咱们这个CSS 或者说是XBAS语法 是吧 而且说关于咱们课前的话呢 也有给大家去准备这个语法讲解的 是吧 也有给大家准备这个语法的这个 关于这个语法的这个这个资料吧 大家有需要的话呢 也可以去找 经济老师去要一下 是吧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右键啊 可以跟着我去操作一下 右键检查 右键检查之后的话呢 我们调出了当前的这个搜索框 然后呢 在这个搜索框当中的话呢 我需要去找到 我想要的数据内容 怎么去找呢 我们可以通过Ctrl F 然后在里面的话呢 我想要的内容它在哪里 对吧 它在这里 我就先拿一个举例子 先拿它 好吧 就先拿它举例子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上面的话呢 我们直接可以选它 点击它 在这个里面 它就有我们想要的一个内容 是吧 你不一定要做玫瑰 是吧 你还可以做 是吧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右键 copy一下 它的一个selector 这里面注意 我是用的复制的方式 然后的话呢 我给 把它刚刚复制的东西 给它粘贴进来 粘贴进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发现 当前这个网页 是吧 它给我定位到了 这个内容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当前这个语句 它就可以在我们 网页原代码当中 你就比如说 现在我去通过 写一些语法 对吧 它就可以给我在这个里面 精确地定位到 我们需要的这个数据 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吧 然后的话呢 不行 一百一百一 吸引着我的目光 给你挡住 给你们挡住 给你们挡住 可以吧 挡住了 先别看了 先别看了 咱们注意力 先放在这里 好不好 这个 当然的话呢 我们可以这样做 现在这个下面 可能看不太清楚 我们可以放在这边 好不好 放在这个右边来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大家应该可以 看得清楚一些 然后呢 接下来 我就需要把 这里面的这个数据 我需要的什么 把这里面 所有相写页的这个链接 我都需要给它拿到 对不对 一个它不够 一个它太少了 是不是 是吧 上次老师就说 什么脱下来 什么黑丝 什么 我没说 我没说 我不承认 好吧 我没说 别问我 别说 我没说 好吧 我从来不说这种话的 好吧 同学 是你听错了 上次你可能是听到 咱们这个 自由老师讲的课 然后在这个 前面的话呢 我就 刚刚把这个东西 给它复制了一下 把这个东西 复制了一下 对不对 然后在里面的话呢 我就可以在前面 加上一个点 那么现在的话呢 它同样可以给我们 定位到当前 上一集的内容 现在的话呢 它可以给我找到 这里面所有的内容 对不对 这里面收入的结果有多少 16个 是不是 也就是说 当前这个页面 所有的这个相册 对吧 它都给我找到了 所以比如说 我们可以往下看一下 是不是 人家还是小孩子呢 好吧 然后呢 接下来啊 我需要在这个下面啊 下一集 对吧 我需要去提取到 咱们的这个 A标签 我就可以在下面 写一个A 是不是 当然啊 这里注意 对吧 如果说你 这里看没有 这里45个呀 我靠 对吧 我们总共有多少项子呀 大家数一数 对吧 一共 一二三 四 五 六 七 对吧 二七十四 一十五个 对吧 仅仅只有一十五个 但现在给我提取到了 四十五个 是不是太多了呀 是不是 这是插发属于法吗 这是咱们现在用到的 是这个CSS属于法 对吧 然后在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兼过号 注意啊 通过兼过号 我们只需要它下一集的内容 对吧 然后在里面 在这里面注意 对吧 空格 对吧 一个兼过号空格 H2 那么现在的话呢 拿到的是不是十五个 是不是 是不是拿到的十五个 对吧 也就是说呢 现在我通过一个兼过号 就可以去定位到 当前这个DiV下面的这个H2 它单独的一个内容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次一个兼过号 提取里面的一个A标签 对吧 然后当前的话呢 就可以去定位到 所有项策的一个链接 对吧 那么这个所有链接我都拿到了 是不是 如果说数据不止一页的话 怎么去或许所有的 那么我们翻译呗 对吧 那么是后续的一个内容吗 我们直接翻译就可以了呗 对吧 好吧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里面 不是说都能听懂吗 怎么 感觉你们好像问题有点多啊 你们 不是 不是说问题不大吗 怎么感觉你们问题 好像蛮大的 同学们 好吧 是不是 刚刚是谁 刚刚是谁 没问题来着 是谁 对吧 给我拎出来 对吧 问题不大 只是小问题多而已 一直在催我讲快一点 结果讲着讲着 哦 这里听不懂 哦 对吧 问题有点多 问题有点多 一般来说的话呢 我的想法是 对吧 都没问题 一直往下讲 对吧 一直往下讲 都没问题 对吧 一直到你们直接可以自己去实现这个案例了 对吧 但实际上问题这么多 对吧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我们通过写这样的一个语法呀 他给我提取到了 对吧 提取到了我需要的一个内容 这里面有我们想要的一些链接呀 是不是 那么这个链接的话呢 这里面 所有的这个链接 我就已经全部给他提出来了 是吧 能力吧 这个数据解析能够听懂吧 同学们 能够听懂同学 让我看一下 让我刷个三个看一下 再过几年就可以自立了 三时而立 可以 不知道我理解有没有问题 三时而立 这里面的话呢 是咱们的这个 这个 DTL 对吧 UIL UIL的一个list 对吧 CSS没听懂 是不是 对吧 不能 对吧 三时而立 然后呢 都不听懂 对吧 刚问 问一问说 对吧 然后这个 这个玩意儿的话呢 这个玩意儿 它是我们 咱们这个 相当于一个初始化吧 对吧 你看像咱们这个 Parser模块 其实这个东西 它就是别人写好的一个模块 对吧 这个Parser 它是别人写好的 我如果说 现在需要使用这个 CSS语法 那么在这个 之前的话呢 我就需要 先把这个 伺服串 对吧 先给它变成 当前的这个 网页的嘛 才能够去提出 它的一个数据 对不对 对吧 所以说这个 它的一个步骤 实际化的一个步骤 它是要有的 对吧 能理解吗 那么这个 首先的话呢 我需要去使用 CSS语法去提取 对吧 那么在这个之前 Parser.selector 这个步骤是要做的 对吧 因为其他的 其他的内容 它没有点CSS 没有这个点CSS 是吧 对吧 然后我们继续 然后把这个 完成之后的话呢 我们继续 这个步骤 这个来到第三个步骤 对吧 第三个步骤 我把所有的这个链接 我把所有的这个相册地址 我就全部的给大家提起出来了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是第四个步骤 对吧 第四个步骤的话呢 就像每一个页面 对吧 我们现在拿到了这个 所有的这个链接啊 对吧 一个一个的向它发送警觉 对吧 然后拿到数据 对不对 那么这个步骤的话呢 就相当于对吧 一个一个发送警觉 怎么办 对吧 现在的话呢 我拿到的是一个列表 对吧 我们需要的链接的话呢 它就全部都在这里 对吧 我们不需要标题的吗 同学问得好 需要吗 需要 需要那怎么办 那夹上没 对吧 需要标题的话呢 还不简单 对吧 直接把它夹上不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是吧 有些图被和谐了 对吧 当然啊 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这个详情页当中啊 对吧 我们这个详情页当中 它也有标题 对吧 它也有标题 这个我先到详情页去提取呗 对不对 这个都不一样的吧 对吧 有位方的别写多了 对吧 然后我们继续啊 继续 首先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需要把咱们这个UIL 注意现在拿到的是一个啥 对吧 现在拿到的 它是一个列表啊 对吧 我需要的话呢 需要把这个 里面的这个东西啊 把里面的所有的链接 给它全部 一个一个拿出来 这里面我要用到一个循环 对吧 里面的话呢 我可以写一个这个 这个 DTL 一个UIL 对吧 然后一个 一个UIL 类似的 对吧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链接 都给它拿出来 右肩运行 是不是 这里面所有的链接 我都拿出来了 对吧 有些图被和谐了 和谐了 一般是拿不出来了 对吧 同学放弃吧 对吧 然后接下来 完了第四个步骤 对吧 向每一个相册详记页 去发送这个网络请求 是不是 那我们发送网络请求 我们用啥 对吧 发送网络请求 我们是不是request的 对吧 我们request的 点上一个get 对吧 把我们所有的这个链接啊 注意啊 都给它传进来 对吧 都给它传进来 是吧 然后在前面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老师请问 可以布局限于一个网站 前往找吗 可以啊 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但是这个的话呢 你可能要用到咱们这里面 给你们讲一下 因为如果说你是要去采集 多个网站的话 对吧 每一个网站 它的一个规则 它是不一样的 你看就像这些吧 你如果说想 有些人想 老师我想打造一个 属于自己的一个网站 对吧 我属于我自己的一个生意网站 那么怎么办 对吧 那么在这里面 你可能需要很多很多网站的一个资源 是不是 那你懂我意思吗 你需要很多网站资源 那么现在怎么办呢 对吧 你就要写很多的这个一个一个的网站 对吧 你要爬很多的网站 你需要的数据 它会很多啊 是不是 那么在这里面 你可能要用到 刚刚有同学说到的 这个是Copy框架 对吧 用框架去爬 然后可以去适应多个网站 对吧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它会有一些这个 一些这种方式吧 一些在这里面 对吧 用是Copy框 它的一个速度会快很多 对吧 全网找不就等于搜索引擎了吗 搜索引擎的话呢 其实也是爬松的一种啊 同学 对吧 搜索引擎 其实它也是爬松的一种 对吧 感觉好牛皮 其实还好吧 你如果说 学起来 这个学起来 听起来好像挺牛皮 对吧 但它确实挺牛皮 这个是Copy 对吧 因为它可以去采集 它的一个速度啊 爬网站的速度 它会很快很快的 对吧 老师这张图片 也是福利里面的吗 这张图片的话呢 不是福利里面的 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学习的一个大纲吧 对吧 学习的一个大纲 里面的话呢 有你们在学习当中 所会遇到的所有的一些 支点 对吧 所有所有的支点 包括GS 对吧 GS逆向 图片证吧 自力反拔 对吧 APP发送 还有咱们这个 Scribe框架 对吧 有这些所有的这些内容 对吧 这个是也可以当作 福利赠重给大家 对吧 大家可以去找咱们 这个经理老师 对吧 大家可以去找他 要一下这张图 对吧 需要爬这张图吗 这个爬 没必要 爬这张图 你是怎么想法啊 同学 这个的话呢 它是一个支点的 一个大纲图 你可以按照这个里面的 一个支点去学习 对吧 这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从没有基础 对吧 基本上这个大纲图 就是从你没有基础 对吧 你从零基础 从一个 从一个Person 都不知道怎么拼的 一个超级小白 到啥呢 对吧 到你去找工作 到你去 变成一个 大神之路的一个 对吧 变成一个 大神之路的一个大纲 好吧 大家如果想需要的话 可以去找 进行老师吧 好吧 继续上课 好家伙 你们都开始命令我了 好吧 从此以后 我就变得 这么没有地位了 好吧 我已经 我已经这么 没有地位了吗 我就这么 没地位了 你们都开始 命令我了 我真的是 受不了你们 我受不了你们 然后我们继续 继续 继续的话呢 现在我们来了 刚刚这张图的话呢 有需要的 可以去找 咱们这个 金银老师 那么我们继续啊 第五个步骤的话呢 需要我们去 获取这个数据 获取数据 怎么获取 现在的话呢 他还是给到 我的一个状态码 那么这个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 可能啊 刚刚我们给他 直接这样去 做了这样的一个分析 可能大家会不太容易理解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 我给他画一张小图 好吧 让他去看一下 到底是干嘛的 对吧 这个request 点上一个get 到底可以干嘛 对不对 给他去演 给他画一张图吧 好吧 因为实际上 如果说你光看代码的话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在干嘛 是吧 好吧 然后在这里 画一张小图啊 首先的话呢 这里面我准备 两个盒子 两个盒子 好吧 前面这个盒子的话呢 是我现在的这个电脑 这个就是我 或者说是你们 是吧 然后这个大盒子的话呢 是对方的一个 对方的一个服务器 是对方的服务器 然后呢 我们通过request.get 对吧 request.get 其实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通过我的一个代码 对吧 像他 像谁 对吧 像对方服务器 我们去索要 索要 索要一些数据 对吧 我们就是去访问他的一个网站 找他要数据 对吧 然后的话呢 这个网站 哎 继续说了 对吧 哎 有人 要找我拿数据 对不对 要找我拿数据 对吧 然后呢 他接到这个请求 对吧 他通过一些验证之后 他怎么办 对吧 那没办法呗 对吧 你们这么不要脸 对吧 你们这么这个强制性 对吧 让我给你 怎么办 那他就给你们呗 对吧 那他就没办法了 对吧 那就给你吧 对吧 那他就直接把这个结果 大家就把这个 注意啊 这个是Response 对吧 这个的话呢 就是Response 那么他就把这个Response 里面的所有内容 他就给到我了 对吧 其实这个的话呢 就是他的一个 对吧 能懂我意思吧 画着画着就成腿了 好看吧 这样图画得好看吧 问题吧 这样都可以吧 我发给大家 大家可以 客户把这个图给保存 自己可以看一下 还行 比我差一点点 是吧 然后像这个步骤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 现在去发生请求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步骤吧 当然啊 在这个之中的话呢 其实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爬送的一个 大致的一个流程 注意 为什么是大致 对吧 为什么说这个是大致 对吧 因为实际上 我们可能还会遇到 这个反爬呀 对吧 凭什么对方服务器 我找到要 他就给到我呢 对吧 凭什么 对吧 我欠你吧 没有啊 对吧 所以说可能我们有时候 他会遇到一个反爬 对吧 也就是说 在我们所要数据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里面 对方服务器 他就识别出来了 我是一个爬送程序 对吧 我现在不想给你数据 对吧 那么他就直接不给你 对吧 那么就在这个链接当中 对吧 就在这个步骤当中 他就断了 对吧 他就断了 他就不给你数据了 对吧 这个其实实际上 就是我们所遇到的 第一种反爬 对吧 这是第一种反爬 其实第二种的话 还有一种就是什么 还有就是我给你 但是这个数据 它是错误的 对吧 这个也是一种反爬 对吧 所以说这个爬中的 这个攻防战啊 会打得比较的激烈 对吧 所以说这个 包括说我们在教学当中吧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吧 关于反爬这方面 是吧 这样图中的宝神 怎么宝神 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你可以 课后你可以自己去画一下吧 这是啥呀 然后这个步骤啊 没问题吧 速度慢点 标快了 速度慢 标快了 什么意思 我们是攻防吗 对的我们是攻防 对吧 对方是瘦 我们是攻 能理解吧 没问题吧 然后我们继续 怎么打问他 你们怎么回事啊 本来就是嘛 刚刚这个图难道 不是这样理解吗 刚刚这个图难道 不是这么理解吗 我们本身它就是攻啊 对吧 对方服务器它就是瘦啊 对吧 这个有问题吗 我觉得没问题啊 你们好奇怪啊 你们 我是真的觉得没问题啊 好不好 对吧 我是真的觉得这个没问题 你们怎么这种原因啊 我们是儿子 大叔就是爸妈 我们为妈妈要钱 需要理由 什么意思啊 你们 傻子同学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那么我们继续啊 没问题 没问题 是吧 没问题 是吧 本身它就没问题 你们就变得很奇怪了 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点上一个test 是吧 然后我们 这个玩意的话呢 它是个啥 是吧 这个东西的话呢 它同样啊 也是咱们这个data HTML 是吧 老师骂你是傻子同学 我没骂 我真没骂你同学 你 你非得 许个这个名字啊 我没办法 对吧 然后这个 第五个步骤 我最近搞定了 对吧 接下来是第六个步骤 第六个步骤的话呢 是去筛选数据啊 注意 筛选数据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来到了哪里 是吧 来到了这个详细页面啊 同学们 是吧 我把这个 给大家看一个 比较香一点的啊 那也不对 是吧 那就拿这个演示 右键 注意检查 是吧 然后在这个里面啊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这个页面 好啊 那么在这个页面当中 我们接下来的一个筛选数据 我们的一个目的是啥 是要筛选 我们的一个图片的一个地址 对不对 也就是说呢 我们访问到这个网站之后啊 我需要在这个里面 是吧 去筛选 那么筛选怎么播 怎么做 这个步骤 是不是parcel 点上一个selector 是吧 然后在里面的话呢 这里面的话呢 我把这个data业信号 给它传进来 是吧 然后在前面的话呢 selector 是吧 我们用一个下滑线1 接收一下 好吧 那么这是第一个步骤 我们做筛选数据的第一个步骤 那么第二个步骤 演一换就第六步了 对吧 等一下演一换就完了 对吧 再演一换我就走了 然后我们继续 在这个地方 我需要找到所有的图片 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怎么去找呢 好吧 我是谁 我在哪 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同样可以通过select 点上一个css 然后在里面的话呢 可以写我们的一个语法 那么当然啊 这个语法的话呢 我们同样也是在这个网站当中去写 好不好 也是在这里面去写 然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中这个模块 选中这个图片 随便选一个就可以 然后的话呢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右键 copy它的一个 诶 这个css 没问题了吧 那么下面我们来插吧 是吧 好吧 没问题吧 对不对 没问题吧 我们用XMAS 好吧 没有 没有我们就用XMAS 好吧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 它可以去帮助我们提取到 当前的这个啥 当前的这个图片 看到没 这个是第一张图片 看到没 我在现在悬浮到它上面之后 现在这个图片啊 它会高亮显示 看到没 这么长的袜子 臭脚怎么办 臭脚 臭脚 臭脚看着办吧 让它看着办 臭脚的话 我们洗 臭脚的话 同学们你们洗 这个臭脚你都知道了 不一番啊 同学 换了就好了 可以啊 没问题 然后我们就把刚刚复制的这个语法 给它粘贴进来 然后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css的一个语法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注意啊 现在这个玩意儿 它可以帮助我们匹配啥 匹配到我们所有的 注意是所有的这个图片 对不对 三张图片 看到没 是吧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可以注意 点上一个 对吧 这个是xbus 对吧 这个确实是xbus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多吧 src 网页语法位置在哪里 点上一个get out 点上一个parenter 对吧 网页语法的位置在哪里 嗯 位置在哪里 啊 位置在哪里 位置就在这个下面啊 是吧 我们可以通过f12调出来 是吧 可能我们没太 没太理解你的一个问题啊 好吧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好吧 点xbus 同学听听了吗 不好意思 啊 点xbus 是吧 然后在这个里面 我们右肩运行看一下 看一下右肩运行 诶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呢 我们需要的这个数据 它就已经给到我们了呀 是吧 啊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需要的什么 需要的这个所有的图片数据 是吧 恕我直言啊 图片不够是 本身的话呢 我们就不是该说好吧 你反 你的理解它就有问题 好吧 但是这里报错了 报错是什么呢 啊 报错是因为啊 哎 报错的话呢 它是因为这个 哈哈 它是因为咱们这个服务器疯了 是因为为什么 对吧 因为刚刚的那个服务器啊 对吧 刚刚还记得这个图片吗 对吧 啊 我找到要着要着 要着要着怎么办 要着要着 对方服务器 它就 对方服务器它就出现了一些异常 对方服务器它要给啊 它来不及了 我要的太多了 它招不住了 对不对 那么它会可能会出现这种 这种情况 对吧 它检测到我了 一般来说的话呢 它是不会检测到我的 这个的话呢 是因为它的服务器 确实会比较的 有一些延迟 好不好 是比较的延迟 好啊 然后我们继续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去提取 当前的这个图片链接 但是 这里注意 我需要改一下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 实际上我们提取到的这个数据 你发现它有空的 为啥 对吧 因为它们的规则不一样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内容稍微的改一下 让它能够去提取到 我们所有的一个内容 我就把这个中间的 注意 把它全部干掉 然后写个写杠 我就需要去提取到 咱们这个链接当中 注意啊 这里面 同样在这个地方 我们选中它 提取到这个里面 对吧 这个语法的话呢 大家最好的话呢 还是自己去写 好吧 自己去写 自己去写 注意注意 好吧 然后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去提取到 所有的这个链接了 没有打印啊 Print 打印一下 看一下 右键运行 停止并重新运行 嗯 好吧 KLAS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所有的数据我们就提取到了 并且的话呢 这个网站 它会有一点点反报 肯定会有的 对吧 在这里面的话呢 为了我们更能够清楚的拿到数据 对吧 怎么办 我们可能需要去加一个防盗链 对吧 但是现在的话呢 它实际上是可以帮助我们提取到所有的图片的 对吧 这里面的话是一个imagined的一个list吧 对吧 imagined的list 这个是我们所有图片的一个链接 是吧 色图有可能 爬一些这种日常的色图和小网小说 不会入狱吧 如果说你是真的有这种需求 一般来说 是不会入狱的 不会入狱的 对吧 不会入狱的 对吧 你传播 如果说你是传播它 会入狱 很清楚地告诉你 它会入狱 对吧 但如果说你是简简单地看一下 对吧 相对大家看那个张三 对吧 当然我不在这里教坏小孩子了吧 算了吧 像那个张三 对吧 这个法二纲通张三 大家应该都看过 对吧 这个是色图 对吧 这个也不算是色图 对吧 这个很正常的一个图片 对吧 然后这里面的话 所有的这个图片链接啊 我们就已经拿到了 并且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还需要去提取它的一个标题 是吧 标题怎么提取 标题的话呢 我们直接右键就可以了 好吧 直接右键 然后我们选中它右键 copy一下它的一个插帽子 好吧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同时复制一下当前的这个tattle吧 然后把这个kavas语法给它粘电一下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后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加一个斜杠 txt 是不是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这个tattle的话呢 应该是也可以啊 直接get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直接把这个tattle 和它的一个标题吧 给它打印出来 右键运行 嗯 嗯 没反应 嗯 嗯 哦 我觉得爬第三个中号 是吧 拿到了吧 是吧 拿到了吧 啊 是因为这个网站 对吧 你们你们都在爬吧 对吧 你们都在爬吧 我感觉你们都在爬啊 大家大家轻一点啊 大家轻一点好吧 呵 啊 大家也稍微的 那个啥一点吧 好吧 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我们产业数据主要是为了这个学习 啊 不要一味的把这个网站给它爬崩了 就不好了 好吧 啊 同样大家也要注意 对吧 爬中吧 还是注意大家文明一点 对吧 爬中它虽然是一个这个 这个展示网站数据用的一个工具 对吧 当然我们注意 写发生的时候啊 也要稍微相对来说吧 要稍微的这个 对吧 啊 不要太那个啥 好吧 啊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就可以去保存我们的一个数据了 对吧 其实上语法再讲解一下 对吧 其实上这个语法的话呢 前面的话呢 我是直接复制的 对不对 前面我直接复制的 然后这个test它是干嘛 test它是获取里面的一个文本内容 对吧 这个前面的语句是提取咱们这个title 对吧 这个是提取 对吧 然后这个test 过号 对吧 这个玩意儿是提取 文本内容 对吧 可以分享一下这个代码吗 对吧 代码的话呢 倒是无所谓啊 这个代码随随便便 简简单单啊 是吧 有多少同学啊 都需要代码吗 对吧 你们都需要代码吗 不会吧 需要 对吧 有多少同学需要 对吧 学校同学给我看一下 学校同学给我看一下 小语一看一下 文明循环 多多用 我要求进行循环 没必要啊 没必要 太那个啥了 没必要 参考一下 好吧 可以啊 没问题 我想要爬视频的代码 爬视频的 视频的其实也差不多吧 手戳也不多 二十来行吧 那确实啊 你手去敲也不多 但是他也需要吧 需要的话呢 大家 需要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 咱们这个 怎么说呢 咱们今天啊 如果说需要 咱们这个陆伯同学 可以去 不是需要代码同学啊 可以在咱们这个 乖客评论例子地方 可以去评论一下 给一个五星的好评啊 然后咱们这个课 可以去找咱们这个 经营老师 要这个代码是完全没问题的 好吧 那个链接 去哪了 那个链接 好吧 那个链接去哪了 在哪评论 对啊 去哪 在哪评论 咱们这个 要咱们老师发一下吧 我这里没有 好吧 咱们这个 清风老师 或者咱们这个 木子老师 可以发一下 好吧 好吧 快发 快发 可以啊 可以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先继续吧 木子老师 还是有 经营老师听到的话呢 可以给个 可以把这个评论地址 给发出来一下 请问老师 除了爬中 还有别的课程吗 咱们还是有的 对吧 还是有的 那么 现在就评是吧 现在就评啊 想跟老师学Pathology Pathology的话呢 我们 我们没有这个Pathology啊 同学 Pathology的话呢 是深度学习里面的一个内容 深度学习的一个框架 快逼不了 快逼不了业了 快逼不了业了 有多少同学 是现在这种情况 对吧 现在这个链接的话呢 我就已经拿到了 对吧 都已经拿到了 我们保存注意 实际上就很简单的一个内容 对吧 图像处理 图像描述 快逼不了业了 有多少同学 现在是快毕业了 然后的话呢 对吧 然后的话呢 他现在 对吧 现在是没办法了 没办法 就是说 想要去就业的 有多少东西 我想问一下 这国外科的链接历史 我已经发给大家 对吧 有多少同学 像这个同学 没法找工作 你是大区区的一个专业 是吧 那么在我们保存数据之前 给大家去 简单的讲一波吧 好吧 有没有同意吗 给大家去讲一下 这个就业的问题 因为确实有同学说了 对吧 就业它确实会比较有难度 像你如果说是去找一份 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行业 对吧 你去找一份 你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你是很难够去找到一个 很难够去找到一份 比较好的工作的吧 对吧 所以说我是建议大家吧 对吧 这里面有多少同学 学Python 是想去找工作的 问一下同学们 对吧 有的话呢 可以给我敲击看一下 有多少同学 是有多少同学 对吧 学这个Python 是想找工作的 对吧 有多少同学 有的话 敲击一给我看一下 人工智能 是要算法的吧 人工智能 是需要算法的 已经生薄了 但是这个 必设方向没做了 没做过 搞钱 必须就是赚钱 有多少同学 这里面依然自得 一个冒不饭戏 冒不饭戏 这个玩意 可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了 同学 对吧 冒不饭戏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不知道 我才刚开始学 画计算机要学啥 不知道要学什么 对吧 Python可以做 视频软件数研发 可以的 Python可以做的 所以现在 你们都不懂 对吧 核心开发专业 软件开发专业 软件开发专业 其实说实话 也不一定能够 去找到一份 好工作 说实话 为什么 因为我也是 软件开发毕业的 对吧 我也是 没办法 对吧 当时那个 学校教的东西 确实太少了 没办法去找工作 所以说还是 绵绵想抢报了个班 过来人 确实 有一位 两位 已经生婆了 毕业方向没做过 然后关于这个 简单的 给大家讲一下 在保证注意之前 给大家讲一下 留一点东西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 学校讲的东西 真的很少 确实很少 班专才是正道 确实 如果说你是想要 学这个东西 你们想要去找工作 那么其实我建议 你们学Python找工作 我建议你们 可以学咱们 一些方向 Python其实有 很多的一些方向 我站长忍肉拍信 Python其实有 很多方向 你就包括咱们 今天讲的 爬虫开发 还有数据分析 还有咱们 网站开发 对吧 Web开发 其实就班转 还有的话 是咱们人工智能 有这些方面 有这些方面的一个工作 大家相对 大家应该也了解过 像这些方面 你实际上去找工作的话 实际上会比较的 舒服比较好 但当然 人工智能的话 因为一个学历的限制 导致大家 大部分同学 去找这方面的工作 是比较的困难的 所以说 我建议你们的话 如果说是想学这个东西 想找工作 是可以往这些方面 去发展的 因为这方面 不管是学历方面 还是说这些东西 都对你来说 会比较的好 要学数学 这些东西 它是不用学数学的 你就比如说 像咱们这个爬虫开发 我们今天这个爬虫 它用了数学吗 用了吗 没用 很明显没用 然后今天数学分析 它需要一点点的数学 数学分析之后 在你进阶 学咱们算法的时候 需要有数学 有一点数学基础 一二三四算数学 一二三四算数学 那同学建议你先 不要太那个啥 然后这个爬虫 是有这些方向 然后咱们这个爬虫 数学分析 网站开发 这些方向是比较好 去找工作的 并且的话 我是建议你 就刚刚 刚给他看的这张图 其实就是我们的 这个新能教育的 这个大纲图 里面的话 实际上就有咱们 这个核心编程 一些从基础 基础爬虫 还有数学分析 网站开发 有这些方面的 一个内容 爬虫我都知道 怎么都可以忙 上面的都要全部学会 如果说 在这里面 如果说你是要 你是需要去找工作 那么 那么 你 你全部学 那么你全部学 对你的这个薪资吧 对你的薪资 会有 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是吧 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只学 八成开发 对吧 你只学八成开发 你出去找工作 可能找一个 六到八K 对吧 或者说 再高一点点 对吧 如果说你这些 全部掌握了 你越行过万 这是梦嘛 对吧 越行过万这是梦嘛 很明显 它不是梦 为什么 你掌握了这么多基础点 你看一下 是吧 掌握这么多基础点 对不对 人越入过万 多大 多大 然后这是关于这个 就是说 具体来说的话 我推荐你们 去往这些方面去学习 这张图 如果说还有需要同学 可以去找清风老师 可以去找清风老师 咱们近期老师 就先退休了 学化工的准备跑路 画工的准备跑路了 没必要 没必要 然后这些东西 学历卡了死 学历的话 我说了不算 这个东西 我说了不算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学历卡了死 其实它不太是 基本上的话 就像这些 你看一下 比如说你在上海 去找这些方面的工作 那如果说 你现在就打个比方 你现在要找 这样的一个工作 找一个多少 找一个12到18K的工作 对吧 那它的一个要求是大专 对不对 它的一个要求是大专 但是怎么办 老师 我的学历就只有 没有大专啊 对吧 就只有高中啊 对不对 就只有高中啊 那怎么办 对吧 那你的一个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 可能会更高 对吧 要么你的技术要求更高 要么啥 要么 对吧 要么这个 要么你的一个 你的一个薪资吧 要低一点 对不对 对吧 这个是关于这个 确实是这样的 对吧 如果说你的一个 学历要求 对吧 不顾大观 你的一个 对吧 包持住就行 一般来说像这种的话 包持住 你得看他公司 对吧 这个确实啊 对吧 然后这是关于这个 也就是 其实你可以看到 就是关于这个东西啊 他去找工作 对吧 Pattern方面 像这个 对吧 是数据分析的 然后像下面的这个 对吧 这个的话呢 应该是咱们这个 全站开发的 对吧 这个是网站开发的 然后这个的话 都是咱们这个 应该是 也是网站开发的 对吧 像下面 其实基本上 像扒虫 对吧 扒虫网站开发 以及这个 数据分析 像这些行业 学校工作 其实是最多的 你发现没 对吧 我一手其实 基本上就是这些行业 对吧 你没有发现什么 对吧 游戏开发 Pattern游戏开发 你有听过吗 对吧 没听过 游戏开发 我没听过 外外外开发 有听过吗 没听过 所以说 我是建议大家 对吧 为什么推荐大家 往这方面去学 对吧 实际上 因为他招聘比较多嘛 读学完 工作都能找上了 可以啊 并且还完全没问题 对吧 刚刚 那个 刚刚那个吧 那个大刚吧 大刚 全部学完 全部学完 对吧 然后你去 不管是你去找工作吧 对吧 又或者说吧 你去接外包 对吧 都 都没问题 对吧 因为为什么 因为啊 这个东西啊 就是咱们 青春教育的一个什么 系统学习的一个 大刚图 对吧 系统学习的大刚图 那么这个课程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系统课程 对吧 我们青春教育的话呢 实际上也有这样的一个 系统课程 对吧 就是去帮大家 对吧 学完这个东西 能够去找到一份 比较合适的一个工作 对吧 比如说去找到一份 8到15K的一个工作 对不对 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工作 就是相对来说吧 对吧 能够去达到 他们的一个标准 那东西是吧 对吧 所以说我们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大刚啊 才会有这么样的一个知识 对吧 然后呢 稍微的给大家去 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个 对吧 学习的一个内容啊 对吧 给大家稍微的 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 我们内容主要有啥 对吧 主要分为几个阶段 怎么都给我来了几个 来了几个这个大拇指 可以 对吧 觉得很棒 是吧 有多少同学 前面找 想找工作的同学 前面那些想找工作的同学 对吧 可以直接去找咱们的这个 清风老师 对吧 去了解咱们这种课程了 对吧 一买很棒 你是买了啥 一二同学 是吧 爬虫 哦 是吗 是吧 然后咱们这个 课程大纲的话呢 主要 我们这个课程的话呢 主要是分为这几个阶段 第九期的同学 可以啊 可以 是吧 然后主要的一个内容的话呢 分为这几个阶段啊 然后的话呢 第一个阶段的话呢 是我们的一个阶段一 是吧 阶段一的话呢 是一个核心的一个 编程啊 对吧 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相对于来说 一些基础的一些东西 对吧 一些基础的东西 你就包括咱们的一个 Python的一些基础语法 对吧 Python的一些基本数据类型 一些流程控制 面向对象 对吧 当然有很多同学就说 其实面向对象这个东西啊 不管是你在咱们这个 你在这个Python语言当中 对吧 还是你在咱们这个 交往语言当中 其他的一些语言当中 这个面向对象啊 其实基本上 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 对吧 因为你在 你实际上在工作当中 它是经常要用到的 对吧 要学多久 总共的话呢 分为这几个阶段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就不写了 好吧 核心编程 对吧 网核心开发公司 然后数据分析 然后高级开发 对吧 然后的话呢 是网站开发 对吧 这里面总共的一个 学习的一个时长啊 是多久 是咱们的这个 七个月时间 对吧 是七个月时间 也就是说这个课程的话呢 需要学习长达 七个月时间 对吧 并不是说大家在网站上面 看到的任何的一个什么 看到的一些什么广告啊 对吧 比如说这个一个月 对吧 一个月学完 对吧 然后去找工作 对吧 比如说三个月学完 对吧 这个都太夸张了 对吧 你真正来说 要去找工作的话呢 实际上可能要花 花上这么一段时间 对吧 当然如果说 老师 对吧 我就想花五个月学完 可以吗 也可以 对吧 但是你要付出的努力 比其他人要大一些 好吧 这个是关于这个 个人主要的一个时长 然后的话呢 是第二个 就是说这个内容的话呢 实际上也是比较的 比较的多吧 大家也可以看到 对吧 大家也可以看到 因为毕竟学七个月的内容 对吧 这里面毕竟你是找工作 就不能随之变变 对吧 如果说你是想找工作 那就不能随之变变 对吧 那有同学想说 对吧 老师 我就想学着 对吧 我就想学着一个兴趣学啊 对吧 我就想兴趣学一下 我学完 我就想去接系外包 对吧 我就想 我不是想去找工作 对吧 我现在 真本就是 我现在就是大学 对吧 我现在就是大学 没必要学了去找工作 对吧 怎么办呢 对吧 我们其实也有这种 兴趣的一个提升班 对吧 也有兴趣的提升班 这里面分成两种班级 对吧 一种的话呢 是完全为了就业的 然后第二种的话呢 是你完全 对吧 就是说 去接一些单子的 对吧 就是做一些兴趣的 对吧 做兴趣提升的 分为这两种 对吧 按照同学们的 自己的需求来吧 如果说你们想要去找工作 你可以选择这个系统课程 对吧 但是如果说你想去接外包的话呢 对吧 兴趣版也是可以的吧 对吧 好吧 扒充能讲解到什么地步 扒充的话呢 像这个扒充讲解到什么地步 讲解到基本上 99% 不 95%的数据 对吧 网站当中啊 对吧 从咱们这个基础吧 对吧 从咱们这个基础发送 到咱们这个进阶 对吧 到咱们这个request高级 一直到咱们这个 多线程多进程 对吧 以及咱们这个GS 还有咱们这个图片 验证码 挖充证码 自体反拔 对吧 还有咱们这个scrib框架 对吧 有这么多内容 好吧 好吧 基本上这个东西你学完之后 不管是你去接外包 还是说你去找工作 对吧 单独学爬送找工作可以吗 它也是可以的 对吧 但是为了你的一个 薪资更高嘛 能看到的内容 都可以排出来了吗 对的 对的 理解很没错 理解没问题 对吧 目前是兴趣 毕业之后就找工作了 对啊 目前是兴趣嘛 兴趣其实是 慢慢批养出来的 对吧 像你之后 如果说你这个兴趣啊 对吧 就算你现在兴趣 对吧 到你之后 对吧 接了一些这个外包 对吧 然后积累了一下 经验 对吧 你去找工作的时候 那你想一想吧 对吧 我一张口 我就有几年经验 我就有三四年的开发经验 对吧 你觉得你要多少薪资 是吧 是不是掌握的房间 越多工资就越高 那肯定啊 对吧 你的一个技术越高 相对来说 你的一个工资 肯定会越高嘛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是吧 我看到好多 台省吃货 都是几十块钱的 几十块钱的 你看的是啥 几十块钱 你看的是啥 那太离谱了 好吧 那太离谱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 像我们 我们正常来说 我们的这个外包 基本上像 给他看一下 我找一下 好吧 多多的 就是大老子毕业 给他看一下吧 就是说 我们系统 个人学员机的外包 是什么样的 跟你们的这个 课程 它是不一样的 跟你们去接的 这些简单的外包 它是不一样的 对吧 它是不一样的 给他看一下 就像这个吧 对吧 像这个外包 当点评 以及美团 对吧 然后里面的话 做一些分析 做一些可视化网站 注意你看一下 这个需求 对吧 看一下这个需求 当时这个需求 是一个 不知道是谁 发布出来的外包 然后也是在外包群里面 发布出来的 对吧 当时初步起来 它是200块钱 对吧 那我重新想一下 这个玩意200块钱 你觉得谁做啊 对吧 需求这么多 对吧 没人做的 对吧 但实际上 我后面跟他说了吧 对吧 因为后期的话 这个需求吧 比较多 对吧 价格是可以继续拦的 一般来说 像这个外包 你们觉得能够 拿到多少钱 对吧 你们觉得这个东西 他能拿到多少钱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这个外包 800 就800 就800 最老是说上千 对吧 那你看像这个外包 其实 它就单单 除了这个 除了就单单的吧 就是一个爬虫 这里面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了我们这个爬虫 对吧 以及数据分析 以及还有咱们这个网站开发 对吧 涉及到了这里面 所有的内容 对吧 你跟我说800 800谁做啊 对吧 800反正我是不做 对吧 你看像这个 这个基本上的话 它要 基本上的话 最好花个2000 对吧 至少花个2000几步 好吧 至少花个2000几步 好吧 当然干它的一个需求 它的一个质量来 对不对 你自学可以做吗 你自学 自学看你自己吧 你可能要自学个两年 对吧 或者说更久 这个看你自己吧 如果说你一天 对吧 一天整天下来 你都在自学 当然一天整天下来 24个小时 对吧 12个小时 你才自学 那可能说 你一个月 不对 你一点时间 你可以搞定 对吧 但如果说 对吧 你一天花个两三个小时 不花个两三年 你搞不定 对吧 对吧 包括说 还有很多的一些外包 来看一下 对吧 简单的看一下 那个多少钱 十八月房价 一两百 对吧 像这个 说简单的有吗 也有 对吧 贵的有吗 它也有 对吧 其实外包会比较的多 对吧 像这个 这个外包预算五千 对吧 这个是预算五千 是咱们这个 单单是一个爬松的外包 对吧 单单是一个爬松的外包 五千 对吧 那别人能等一年吗 别人能等一年吗 等个锤子 对吧 对吧 对吧